在出现疑似社区感染 疫情中心决定扩大筛检对象 揪出隐形个案 加强社区监测 但站在第一线的社区诊所医师 有担忧 怎么从诊所到筛检医院 将是新政策大考验 另外医师也提到 第一线医护面对病患 旅游史还是关键 只要咳嗽 发烧 流鼻水等呼吸道疾病 中港澳 新马 泰国 恐怕现在连日本都得列入考虑 那日本我预见的将来一定也会越来越多 因为它已经变成社区性感染了 每个人要去旅游的医院也越来越少 所以我在想出国的这些病人 这些人事实上是少了很多 他今天记者会一开我们医院的群组 那些医生就报了 从事旅游业或是某些高风险 比较可能有接触到外国旅客的 不然的话你塞不完 你塞不完的话你的医疗体系会先垮 疫情中心透露到月底国内检疫量 能从原本一千零一十件 拉高到一千三百件 有医师认为扩大筛检 恐怕让医疗体系崩溃 诊所医师则认为 因为疫情出国人少很多 检疫数量增加幅度应该不大 另外也有专家提醒 武汉肺炎症状不明显 患者退烧快或是客流感退烧 被视为一般流感个案 而成为防疫漏洞 三星五位去留信 看不到 感谢您的观看